很多人都接过所谓诈骗集团的电话 这时候我们要记得保持冷静 仔细查证 现今的社会虽然物质丰厚 科技发达 但人心不古 黑心食品 贪官污吏 乃至诈骗集团等 愧对良心之事成出不穷 犯罪手法更是推成初心 前几天 我的管区 他为了说有人被诈骗集团骗 特别要来我这边做一个广告 我说那个管区也很慈悲 要来这边咸娘 如何不受诈骗集团受骗 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真是无奇不有 因为现在的科技也都是用电话在诈骗 但是这个事情我有追悟 我有一点心得 他们会有一种集团 都出现在一个团体里面 就像我们佛教徒每一个都很慈悲 对不对 然后大家的师兄师姐 在一个佛教团体里面 就 大家会很慈悲 有什么就会互相帮忙 但是 他就会掺杂在这个佛教徒道场里面 道兄道弟的 师姐师姐 结果他们就在那边制造 他们诈骗的这个因缘 有人说 师姐师姐 我们来参加什么 什么 我在弘仰什么 就参加 参加了就马上把那个 这个回馈了 回馈金 我们会回馈给你 回馈金 怎么回馈 你的丈夫必须要给他 这样你就惨了 遇到可能是诈骗的电话 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仔细查证 才不会轻易上当受骗 十方新闻记者 来一荣台北采访报导